他们是一群野学狂热分子 滑雪场的人造学道 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滑翔快诞的追求 在大学纷飞的季节 彷复偏远之地 征服一座座险峰 只为下滑的那一刻激起层层雪浪 追逐野学的足迹 他们认识了世界上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和有趣的人 也面对了心中狂烈的自己 这个雪季他们即刻出发 去开辟新的登山滑雪线路 这一次他们能否找到中国最好的野学 杨波 野学狂热分子 追逐滑雪场之外的荒野雪地所带来的刺激感受 今年二月 他和他的小伙伴一起去东北寻找野学 在黑龙江的亚布利 他们畅快滑翔 但那远没有让他们满足 在这个雪季结束之前 他们要寻找到中国最好的野学 赤奇推荐给大家一部美国纪录片 在影片中 他们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焚雪 纪录片的拍摄地点 是新疆阿勒泰荷木村 位于中国西部最北端 那里集中生活着一只古老的民族 蒙古族土瓦人 他们以游牧狩猎为生 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那里的牧民 至今还踩在最原始的 动物毛皮滑雪板上 穿行在临海雪原之间 要寻找中国最好的野学 杨波他们怎么会错过那里呢 在这个雪季结束前 杨波和他的小伙伴们 到达新疆阿勒泰 这里气候寒冷干燥 雪量丰沛 长达半年的冬季 都在矮矮白雪的覆盖之下 2005年 阿尔泰山一处 新石器时代的烟花上 发现了古人类滑雪的场景 说明这里在一万多年以前 就开始有人滑雪收敛 由此 阿勒泰被认定为 人类滑雪起源地 到达阿勒泰的第二天 杨波他们开始试图寻找 是荷华野雪的山坡 前面那块是有一个沟是吗 这个山 最后面最高的那个山 那上面 那后面 那个 但向导说 今年降雪太少 积雪太薄 山坡上的石头 大都裸露在外面 不是花野雪的好时机 带着一次失望 杨波他们离开阿勒泰市 准备向着260多公里外的 和睦村出发 公路为积雪覆盖 为了防止打滑 只能用极慢的速度前行 但即便这样 车子还是一不小心 就陷在了积雪里 用能力 对 用能力 脚上踩住劲 一 二 三 对我 一 二 三 再对我试一次吧 来来来 杨波他们用上了滑雪铲 拖拽绳等一系列滑雪装备 总算让车子又重新上路 但不能再摸黑前行了 只能就近投诉在附近的村庄 第二天一早 在阳光下 他们才看清昨夜投诉的村庄 一股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叫白哈巴 位于阿尔泰山的深山峡谷之中 四周森林密布 与哈萨克斯坦国一沟相隔 被称为西北第一村 了解到这里 也是图瓦人的聚居地之一 赤齐开始打听 出发前在纪录片中看到的毛皮滑雪板 那些人现在他家里还有没有那种板子 没有了 是这边不多 那边卡拉斯啊 还有河木那边 那边有 为了见识到最原始的滑雪板 杨伯他们继续上路 奔向此次寻找野雪之旅的目的地 河木村 看到沿途的深厚分雪 杨伯他们开始心仰难耐 决定要一路滑到河木 我这儿打一个你看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拉的你看 那边你在哪一个 来这个河河 来 我们在车队正在从白海巴往喀拉斯河木去的路上 那个这一路 一路下山 上山 我们都将跟在车的后面 车拉到我们前面 走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途滑行了几十公里 杨优他们终于到达了此次寻找野血之旅的目的地 河牧村 今天我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滑雪的方法 就是拉绳子拖在汽车后面 每人都拖了可能三五十公里 我当时没带那个微博 前面卷起那个血打在脸上 然后化成水又结成冰 太爽了 他们是一群野血狂热分子 滑雪场的人造学道 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滑翔快胆的追求 在大雪纷飞的季节 登附偏远之地 征服一座座险峰 只为下滑的那一刻 激起层层雪浪 追逐野血的足迹 他们认识了世界上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和有趣的人 也面对了心中狂野的自己 这个血迹 他们即刻出发 去开辟新的登山滑雪线路 这一次 他们能否找到中国最好的野血 马力琴 和睦村村民 他是一名图瓦人 从十二岁开始 他就踩着毛皮滑雪板 行走在山林之间 2009年 当地开始举行 传统滑雪比赛 马力琴屡次获得冠军 到达河沐村的第二天早晨 杨伯他们来到这个 古老滑雪冠军的家 马力琴兄弟的 和我的所有奖 太多了 毛皮滑雪板 下面就是钢丝卡 还有东北基林的地方 来自现代社会的滑雪爱好者 横向益督 古老滑雪的真容 马力琴搬出自己心爱的 毛皮滑雪板 让杨伯他们见识一下 你试试这个滑雪板 你摸摸这种 我说它就往下的滑雪 太惊人了 这个滑雪板就是八千年前 他们的祖先开始用的这种滑雪板 街上的皮是马皮 据说只有马腿肚子上最好的皮 做这个最合适 我刚才试了一下 这种毛皮 像这边的这种滑雪的程度 远远的比我们现在各种新高科技 做出来的那种止滑袋要好得很 而且往这边的摩擦力也要大得很 穿这个东西 像上这边的肩肯定会清风很多 看来现在高科技很多 还是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几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可能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太棒了 这种毛皮滑雪板 是生活在深山里的土瓦人 冬天必备的工具 它由上好的云山木和马的小腿毛做成 毛皮的天然纹理 使得上波的时候防滑效果特别好 下波的时候滑行非常快 作为交通和狩猎工具 毛皮滑雪板在这里存在了上万年 少时候我们滑雪板 还有我们爸爸爷爷都以前就是生活用的 大脸用那样的毛皮滑雪板 现在就是木头 拉布头 还有拉锁 还有三横 旁边那个地方可以用 这个我们就踩着它一个吧 三个月平台然后滑下来 我们滑你的那个毛皮滑 你可以滑我们的那个 就最近的这样的斜坡 今天玩一下它一个 它们那个东东 挺好玩 太厉害了 杨波他们打算和马力琴互换滑雪板 尝试让古老和现代在他们脚下 做一次深入交流 好轻啊 还没滑 等一下 还滑没问题 到往上爬没问题 感觉它的抓地性特别好 好 来吧 好 我们就去看 好 来吧 好 来吧 穿这个走三十来度的坡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打滑 我觉得RT轻便 这是更好的善生力气 一会我们会测试一下 它的滑行性能 这个样子 明白 重心要后座 重心后座 后座 明白 肯定还要甩 肯定有点差了 好啊 你是持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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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好玩 但是不知道怎么玩唱 还得适应一下 你学着学班的上趴不一样 男男男学吧 这个板跟我们的板真的是不一样 它不仅是要保持你的重心往下滑 还要保持你的平衡 这个脚跟不能踩歪 只要一踩歪就摔了 如果踩不到板上 那就惨了 不过很好玩 蛮有意思的 我怎么换回我的那个学吧 我觉得我想穿上这个鞋和那个 和那个玛丽琴比试一下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没有 比赛要开始了 我要喊一二三你们才出发 所以他们羊毛你往后退一点 你什么围都违规嘛 你往前走一点 跟 OK 好 准备 一二三 开始了 可以 可能现在的滑雪板 更追逐娱乐 让你获得充分的乐趣 那种古老的滑雪板 我想它单初产生 是有它的用途 一个是在被大雪覆盖的村庄 人们踩着它用来走轻繁友 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是 踩着它你可以去追逐猎物 在冬天 对 我听说的 传奇的说法是 他们踩着这种古老的滑雪板 利用人的耐力 比那种路的耐力还强 它可以 它踩着雪板 一直追踪路群的痕迹 可以把路追得历劫而亡 或者一直追到路跑不动为止 千百年来 在荷木村每年长达七个月的冬季里 图瓦人脚踏古老的毛皮化学板 沈北自制的弓箭 在高高的阿尔泰山上追逐猎物 二十年前 这里开始实施禁猎 但图瓦人并没有将毛皮化学板 树枝高阁 而是把它当作 日常交通工具和体育项目 2008年开始 图瓦人在新疆乃至亚洲登山滑雪大会上 连获冠军 滑雪为他们打开了外面的世界 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生活 就五年前那几个老外 他们你带他们爬到了哪个位置 那个地方一个意思爬的 还有那个地方还有 在杨波他们出发前看到的纪录片中 马力琴曾经协助美国摄制组 爬上了这里最高的山峰 麦盖提峰 今天杨波他们也要爬上那座山 一世伸手 然后它夏天还有雪上面 特别棒 在鼓内真的特别牛逼 都雪好一点 然后整个坡度整个面 特别爽 太棒了 今天想上去 试试 当地村民已经备好马拉爬里 杨波他们要做着这种当地特有的交通工具 去往麦盖提峰的山脚下 来 5分钟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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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讲现有牵手一样 走的 projection 了是 5分钟后出发 比板走在前面的哈萨克祖大哥 他让我敬佩了 登顶了 山下的海拔是一千米 这是1950 山下的海拔是一千米 准备下进了吗 准备上去 很棒 最好的留在最后 从东北雪乡到人类滑雪起源地 为了寻找中国最好的野雪 他们踏雪而来 执着前行 最终在和睦村找到了心中的答案 但练雪前身脚步难指 下一个雪季 追逐狂野的他们 又将会用激扬的雪花 书写出怎样的传奇